這個單元我們要看的是組合集氣表示法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組合的定義 在一些選取的問題當中 如果我們選取之後不予以排列 那這樣子的選取方式我們就稱為是組合 組合的計法CN取K 也就是說我們從N個不同的事物當中 取出K個為一組 那這個K它的範圍是在N到0之間 這樣的組合數我們就記為CN取K 我們先一個例子來說明 如果今天我們從ABC三個人當中 選出兩個人排成一列 以及選出兩個人為一組 這兩種題型它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來觀察一下 如果要從這三個人當中選出兩個人排成一列 那我們的選法會有這樣子的幾個方式 而這邊排成一列我們用排列的方式P3取2 那算出來的答案是6 但是如果我們只要選兩個人為一組 而不予以排列 那這樣我們的狀況就只剩下這三種 那我們的寫法就記為CN取2 第二個 那我們再用另外一個例子來看看 如果我們今天要從四個人當中任選三個人 觀察一下這兩個的狀況 第一個如果是組合 我們就可以看到四個人當中任選三個人 它的組合方式會有這四種 但是如果我們還要在予以排列的話 第一種ABC這一組它的排列方式就有這六種 相同的後面這三組的狀況 也還是一樣各會有六個排列的方式 所以我們組合這邊就是C4取3 而排列則為P4取3 所以從上面的這兩個例子裡面 我們就可以得到以下的結果 第一個例子 我們可以看到P3取2跟C3取2兩個之間 一個答案為6 一個答案為3 而它們兩個之間如果等號要成立的話 我們只要把右邊式子再乘以兩倍就可以 那這個2我們可以看成是2接 第二個例子裡面 P4取3跟C4取3之間 第一個24 右邊是4 所以變成說只要在乘上6等號就會成立 而這個6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3接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PN取K跟CN取K之間 我們只要乘上一個K階層的倍數 兩個等號就會成立 那我們也可以看成CN取K 它的算法就可以用PN取K 再去除以K階層 那經過運算的一個整理 我們就可以得到CN取K 就可以等於N階層除以K階層 乘上N-K階層 我們可以看到CN取K CN取K